海参干贝 红枣枸杞 二十多间海味店堆满了干粮和中药材 从几块钱的海味到上千元的股品 应有尽有 这是亚伯中心二楼的一大特色 李延坡是最早在这里开海味店的小贩 小时候随父亲从印尼来新加坡讨生活 就住在四马路观音堂对面的亚大屋 他一开始在三马路奎因街的街边摊卖杂货 皮蛋 咸菜 虾米 能赚钱的他都卖 以前的三马路你看起来很平静 其实是很复杂 以前的四马路就是特别的就是社会党 社会党时常来收小贩那边收钱打架 他要两块就是给两块他不要帮他讲太多了 然后政府出来抓他自动消失了 1979年李延坡和许多小贩被安置到亚伯中心结束了十多年的街边生涯 可是生意却不比往日 还有鱼鱼这么长的日本呢 那个日本餐饮 那些也是做一点杂货 杂货做了没有什么成绩 然后就慢慢想办法改行 看到人家卖药材 我也跟人家去买一点药材来 去看人家大坡 香港街那边 海山街那边 去走去看 看到人家的药杨 买一点药杉回来买 卖的也可以 很好卖的 越多咯 很好卖 隔壁 爪铃又设 又看 又去找咯 找来卖咯 越卖越多越卖 每间差不多卖了 哇 很旺很旺咯 很旺很旺 变成一个市场 生意慢慢做大了 李延坡在亚伯中心格林的明古莲大厦 买了另一间商店 货充营业 除了多年来 一起打拼的妻子之外 她的一对儿女 也加入海味店的经营团队 女儿美宝 原本在拉萨尔艺术学院 修读平面设计 经父亲的劝说后 决定放弃设计课程 在父亲的店里 美宝还找到了另一半 认识了当店员的丈夫 夫妻俩在父亲的鼓励下 也在亚伯中心开了一家海味店 自己当老板 不过 美宝心里总是有个结 我对我家人 对我的孩子有忽略了 因为我一个礼拜七都做到完 就不像其他的父母 比如公共假期 可以带我的孩子去玩 这点我觉得很内疚 幸亏了 我的孩子 还懂事了 公共假日 他们还会主动下来帮忙 帮我卖东西 美宝两口子 有时也为业绩烦恼 亚伯中心周围 多了不少海味店 跟他们竞争 顾客有了更多的选择 就不想上楼来办货了 在这边这么多年 我个人认为 还心实在 实在就是差不多 1995年那时候 到差不多 2007 06年这样 因为那时候 可能东西价格 没那么高 没那么贵 顾客付得起 买的一个一个买得多 那时候很多马来西亚人 来新加坡做工 因为我们做的都是 就是马来西亚的员工 他们过来 那些工厂妹 来买 买一买就买很多回去 所以生意就做得很好做 现在因为很多马来西亚人 他们可能裁员 已经回去他们的国家 所以我们做的都是本地客 买的量会比较少一点 老店主则感叹 邻里购物中心邻里 造成人潮不如以前 现在的海味 每个角落都有人卖 他懒惰下来 除非有来四马路拜神 他身边下来 不过四马路 毕竟还是外国游客 慕名的地方 李延坡的店里 还雇佣了几位外地员工 从小贩变成老板 李延坡没离开过四马路 店里也有一位老员工 跟着他发迹的脚步 服务了十九年 我们吃饭的带 也是吃老板的 吃公司的 午餐 有时候偶尔点心 也是老板给我们吃 老板还曾经带我们出国去旅行 就是全部的员工 去中国 然后 然后偶尔还会带我们去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玩 那么全部都是他支付的 我老板老板娘真的是不错 如果是不好的话 我会不会待见久了 总共六两 六两 六两 那时候我父母就很担心了 因为他是龙牙 以后我们要照顾他一辈子 没想到是反过来 他是来照顾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